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偏爱的往往有耻无口 这是出自张爱玲的白玫瑰与红玫瑰 也许这句话对男人和女人来讲都适用 得不到的爱人在那些无数孤独的时间里 除了自我调节外 还要学会如何修炼自己 以便让女人会喜欢上你 大家应该都听过一句话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这句话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 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 一般来说异性之间相处时 有时候男人学会不老实一点 也许会让女人更加爱你 甚至爱你入骨也说不定 1.偶尔皮皮的帅帅的样子 有时候男人不要太老实 越是老实的男人 在女人心中越是感觉没情趣 有时候女人需要一些另类的刺激 你需要说一些不同寻常的话 做一些坏坏的皮皮的表情 才会更加吸引对方 但是你本身要长得坏坏的帅帅的 而不是长坏了的 这样子的话 你在和女生交流的时候 再适当表现出一些坏坏的想法和动作 也许女孩子会觉得与众不同 十有八九 2.在公众场合向你示爱 在感情里 女人有时候喜欢那种突如其来的幸福感 虽然有时候男人的一些行为 会让他们感觉害羞 但从中他也可以发现你的心意和勇气 就比如你能够在公众场合向对方示爱 那么女生在感觉害羞之余 就会觉得你很有勇气和魄力 有号召力 说不定就跟着你走了 所以有些时候男人果敢一点 也许就能够得到女人的芳心 毕竟女生需要有一个男人 为其保驾护航 3.总是喜欢和你有肢体接触 最后在男女认识的过程中 女生往往比较喜欢那种 较为主动接近的男人 因为这样的男人 能够让女人体会到这个世界上 有人在强烈地希求着自己 为此也会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所以说和女人相处的时间里 如果一个男人能够在恰当的时机靠近对方 并且巧妙地制造一些肢体接触的话 或许女生会感觉刺激 并且逐渐接受你 还有女人基本上喜欢那种能够给他提供安全感的男人 就比如能够在晚上睡觉前用粗壮且长的手臂 怀佣着女人入睡 这样的男人 女人往往会认为他是爱自己的 4.不让你花钱就越是要给他花 其实如果一个女人不愿意让你花钱 潜意识地在帮你省钱 那就已经说明这个女人的心里很爱你 想跟你过一辈子 不然也不会主动帮你省钱了 因为她在多为两个人的以后做打算 希望两个人都能稍微节俭一点 那如果这个女人一直不舍得让你给他花钱 但是你却偏要给他花钱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给他创造好的物质条件 或者是可以是不是给他一点小惊喜 买点礼物哄他开心 其实这时候的女人 就算嘴上埋怨你乱花钱 心里还是会甜滋滋的 会很感动 很开心 让生活多一点小惊喜和小礼物 对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因为生活需要仪式感 同样也需要新鲜感 而这些就可以帮助你 如果一个男人在花钱这一方面不老实 那么女人就会越来越离不开你 其实对于现在大多数的成年人来说 爱情并不是一个人的全部 它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生活中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忙碌的 可能一天的时间大部分都会在学校 或者是工作的地方 留给另一半的时间自然就变得很少了 其实在两个人恋爱的时候 男人接女人回家是一件很常见的现象 不管是放学还是下班 都能够看到很多的男人去接自己的另一半回家 但是有些会知道体谅男人的女人 就会不让男人来接自己 觉得这样实在太麻烦了 可能还要转车绕路什么的 但这个时候 如果男人能做到依然选择接送女朋友上下班 或者上学放学的话 那女人就算是嘴上会说 不是让别来了吗 什么什么埋怨你的话 但其实只要你仔细看 她的眼里一定是带着笑意的 女人这时候会很感动 自然就会变得越来越离不开你了 不论怎么说 在和女人相处的时间里 男人如果想要对方对你有更好的印象 或者能够爱上自己 你需要学会通过以上这些 种种样样不老实的举动 来撩动你心仪女人的芳心 不过不是让你表现坏男人的暴力 而是通过有情趣的行为表现与语言表达 让女人的心为你蠢蠢欲动 最后感谢大家的阅读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